她是大家公认的微商鼻祖 身价高达350亿 18年时光纳税就缴了20多亿 是名副其实的百亿富婆 可她却被人称小三多年 随后为要孩子三年内试管九次 如今女儿因外貌一直被外界嘲笑 她就是酒窝女神张婷 相信很多人对张婷并不陌生 当年出演的穿越时空的爱恋 可是创下了超过10.0的收视率 剧中她饰演的小丸子调皮搞怪 一度成为观众心中的国民女神 但随着这几年她渐渐退出演艺圈 现在再提起她低印象就剩下豪了吧 她和丈夫林瑞阳创办的TST品牌 短短几年发展迅速 身价更是高达350亿 位于上海陆家嘴的豪宅也是价值不菲 保守估计也要两个亿 从外面看整个建筑就像一座宫殿 内部的装修让人完全移不开眼 不但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 超大的空中花园才是最让人惊艳 还有一层是吗 还有一层对 这个是宝宝来和出入的地方 对 过山洞 看完视频小编只想说一句 果然有钱人的快乐我想象不到 而这还没有结束 随着业务的扩大 前段时间花费17亿 在黄浦江边买下一整栋楼 再次刷新了大家对张婷的认知 之后更是豪气十足 把其中的一层作为礼物送给了闺蜜陶红 实体让她吸金无数 线上也一起开动 首次带货直播成交额就高达2.56亿元 一举登上了当晚带货榜单的第一名 18年光是纳税就高达20多亿元 现在谁见面不想尊称一声张老板呢 虽然事业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她的感情生活却备受争议 始终摆脱不掉小三这个标签 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张婷去剧组探班好友说起了 当时红极一时 号称台湾第一小生的林瑞阳 正好是剧中的男主 就这次意外的相遇 开启了两人的缘分 见张婷的第一面 林瑞阳就脚底发麻 被张婷深深的吸引 随后两人合作的电视剧 生生世世情 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渐渐擦出了火花 没有过多久就被拍到两人牵手 同有北京的照片 可本是金童玉女的组合 不但没能收到大家的祝福 还引发了全网的谩骂 原因在于当时的林瑞阳 是有婚约在身 而且在和妻子分居期间 爆出了与张婷的恋情 当时网友怒骂张婷 是第三者 插作别人的婚姻 为了证明清白 张婷特此召开记者会 否认两人的关系 简称绝不会嫁给林瑞阳 可能是被骂小三太委屈 还差点哭晕在了现场 为了维护张婷 林瑞阳亲自说 其实她与前妻 曾哲珍早就离婚了 为了孩子学业才选择复婚的 所以并没有感情充分 显然这个解释 大众并不接受 虽然林瑞阳跟曾哲珍 没了感情 但法律上还是合法夫妻 带着已婚身份去追求张婷 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或许 世受舆论的压力太大 林瑞阳不久后 再次和妻子离了婚 本以为她会继续追求张婷 但她却发生 自己以后不会再去 这段操作让人很是迷惑 而因为这件事 两人的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林瑞阳最后选择退出演艺圈 张婷也转战内地发展 俩儿的事也成了过往云烟 本以为他们之后不会再有联系 但几年后却被圈内好友突然爆出了 两人快要结婚的消息 这完全打脸了两人之前 一个绝不嫁 一个不再娶的言论 但娱乐圈的分分合合 谁说的准呢 也许是张婷留下的印象太过于深刻 离婚后的林瑞阳并没有放弃对张婷的追求 在十足的温柔和耐心面前 张婷沦陷了 两人转为了地下恋爱 期间求婚11次 两次都在公共场合表白 但都被张婷给拒绝了 原因是张婷觉得自己还没有玩够 但经历了这么多 林瑞阳更不可能轻易放弃 在不停的等待和告白下 终于打动了张婷 修成正果 本以为这么多年已经过去 几个人的恩怨情仇早就结束了 但一位粉丝的评论 再次打破了这份宁静 结婚后 虽有林瑞阳的尽力维护 但张婷还是经常会被加上 小三的名号 粉丝为了替张婷抱不平 跑到林瑞阳前妻 曾哲珍微博下面辱骂 说她管不住男人 还要怪别人 这让当时都不曾发声的 曾哲珍怒了 连发两条微博称 自己安静了21年 也该够了吧 而后一篇则是直接了当地说 是 她就是第三者 欢迎林先生和张小姐来告我 随时候叫 但户妻狂魔林瑞阳 这次却并没有出面回应 至于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结婚后的张婷 发现自己不亦怀孕 但为了满足老公的愿望 39岁高龄的张婷 先后做了九次试管 做完一次我就哭 做完一次我就哭 因为你知道 那个针扎的我全身都是 你知道吗 你是要自己给自己打针吗 对 每天打 每天打 三年要打一千多针吧 要啊 我天哪 不止打好多针 在第八次快要放弃时 林瑞阳一句 你想想看我大你这么多 男人寿命又比女人短 那肯定我一定比你早走 但你知道吗 如果留下你 我很 舍不得 孤单 他说 我很担心 所以他说 一定要生一个小孩 让张婷甘愿再为他尝试一次 终于不负两人的期望 张婷怀孕了 女儿的到来让林瑞阳欣喜不已 但是其中的小插曲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医院打电话进来 病房说 张小姐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啊 这上面病例不是有血 那你怎么血 我O型啊 可是你小孩是B型 因为我是做试管女儿 会不会伤到别人的 你知道很紧张 就是医生拿错管子了 他又去验血 所以他到现在才知道他是B型 事后张婷笑着埋怨护士多此一举 只看眼睛就和他爸爸简直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对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夫妻两人视若真宝 几年后再次生下一个男孩 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但作为新二代 不免会让网友对他们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段网络视频的流出 让张婷的闺女林佳玲 陷入了舆论的中心 视频中的小姑娘高高瘦瘦 但是她的单眼皮和黑皮肤 却遭到了无数网友的攻击 说她完全没有遗传妈妈张婷的优点 妈妈白心貌美 她却长得差强人意 很多刺耳的话充斥在评论区 更过分的是 网友还扒出林瑞阳前妻女儿的照片 把两人做对比 照片中的林静出落得亭亭予立 一双大眼睛 灵气十足 妥妥的大美女 而一旁的林佳玲却又黑又瘦 引发了众嘲 网友的恶评让爱女心切的张婷 忍不住站出来发声 她是国际饭 对高级感国际饭 中国风 她是宝也中国风 她是很美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 张婷就曾发过一条微博 晒出自己和女儿的童年合照 两人都是黑黑的皮肤 但最后的张婷不也是美成了酒窝女神 意在表达女儿也是个美人胚子 其实两个女儿相差19岁 年仅10岁的林佳玲还没展开 实在没有什么可比性 还是希望大家对这个小孩多一点善意 让她快乐的长大 回看张婷的前半生 虽因感情一直备受争议 但是事过多年 恩恩怨怨也早该翻篇了 如今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事业也像做了火箭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妥妥的人生赢家 慢慢砸 时辰充裕得很呢 咱们寻寻渐进 等砸完了 你就拿条白铃 把自己挂在这梁上得了 啊 啊